哇 回來早上10點的大家周蘇 如果你看到這個景象 你會怎樣 在很多網上的視頻 很多東西都會看到這個景象 如果假設 你們如果遇到 我經常說人生是生自慰 我是在20歲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情形 我不懂得怎樣處理 我唯有去找一個當地人 我說Sorry 因為我朋友這樣的情形 是要怎樣才能處理 你們譬如去冷的地方 有下雪的地方 剛剛結冰也好 這個是一個溫度的問題 你的手碰到那些鐵柱黏在那裡 是會黏住的 我知道的 還有整塊皮是起出來的 應該是不是拿水沖一沖 立即拔出來 不是就是怎樣處理 因為我就剛剛 如果黏住了 我想我會馬上拿水沖一沖下去 看看可不可以立即收回手 正確 不過你拿什麼水 上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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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難些 難些 又不可以用滾水滾下去 不是滾 用回凍水 如果 因為我上次看到一個外國人 我會開支蒸餾水 我不知道蒸餾水倒下去 蒸餾水都處理到 不過就要很長時間 因為理智蒸餾水倒下去 它都要再黏一些 你要再倒 要不停地倒 倒到它有個縫為止 但是那次很有趣 我真的看著那個外國人 他們處理開的 真的處理開的 我就是一個朋友 我們20歲了 我在加拿大 接著他黏在這裏 他越黏越拔 越貼得越緊 肉就 整塊皮都掉出來 我說你不要動了 你再動就皮會掉的 OK 接著我真的沒辦法 我想不到 那時候我只有20歲 我當然知道怎麼做 我就加入了一個外國人 我想大概30歲 20多30歲左右 我就用英文告訴他 我朋友的手黏在這裏 OK 他很簡單 他只是拿了他手頭的杯咖啡 真的在喝那個杯 在他的手的範圍 外邊 拉了一個圈 拉了一個圓圈 接著他就整塊這樣 接著你現在洗碎了 就會掉了 為什麼會用咖啡呢 他手頭 只有杯熱的 熱的 所以就免得淋下去 因為熱辣辣 他只要在那個邊皮裏面 有一個圈裏 裂開 它整塊就可以掉起 它可以慢慢處理 這個都是小智識 日後我就知道了 因為有些什麼 你看到那個醃水在那邊 在那邊 在那邊 等它那些的東西 開始裂開 我上次拍戲的時候 那個地方很冷 就有個小公 平時他就戴那些很大很粗的 那些人做裝修的手套 他不知道應該是脫了一隻手套之後 就不知一刀 一刀 就是那些推器材 那個鐵來的 車仔 他一刀下去就喊了 就黏了 就黏了 接著我看著它 整塊扯出來 這一塊的皮 全部粉紅色 是啊 還要是粉紅到白 千萬不要用力扯啊 很小小的 小公五十幾歲 是啊 真的一刀就整塊皮掉了 是啊 還有會傷口感染的 OK 好了 聽著 如果你看到這隻動物 是黏在冰裡 那怎麼辦 有毛 那不就更難處理 如果是 我們都要人 最近有個畫面 很多人報警 接著那些人就 行了我們收到了 我們收到報警了 不是你們所看的 不是 你遠望是 近望不是 不過你們不要走進去 好了 那個畫面就是這樣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你們 如果見到你們 會不會馬上報警 很多市民在北京 最近報警 在這個順義區 水務局附近 叫做減河公園 鳳凰園 見到有幾百隻野鴨 貼在冰上面 對 貼在冰上面 OK 而貼在冰上面 做什麼呢 他們就看到這個樣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些 即是他們以為 那些小鳥 是被冰貼住了 不能動的 但畫面遠看是很像的 是 哎呀 如果見到都緊張的 幾百隻 貼住不動 像是那個湖結了冰 然後剛剛被他們絕著了 是的 絕著了 糟 糟 飛不切 糟 好像我們現在報警 我們兩個絕著了 都是這樣的 是的 都已經是糟 定了一格 整身動得 大家看到 很多人報警 它有幾百隻的野鴨 真是被困 啊 陰公主 那接著呢 就怎樣呢 就很多人問 你們可不可以救它呀 後面 就以為他們是被困 怎知道 怎知道 那些救援人員 細心去看了 就擔心這些野鴨 水鳥呢 因爲這樣而凍死 它是遠望 你是不是見到結了冰 是呀 我以爲它就在冰裡被困住 不是 冰住了 在那裡不行 是 以爲那些腳都冰住了 是呀 其實不是 原來遠望是 近呢 其實是一塊很薄的冰片 其實它們可以游到的 但是它們不游 因爲它們想省一點力 所以停在那裡 動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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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它們近看是一些很薄的冰片 如果現在你踩腳下去 你會掉下去的 因為它未形成 冰快 就是很薄的那些 還很厚 因為薄的鏡子 就是你用手指一刀它都裂的了 難怪那些市民看的時候 就以爲真的已經被冰住了 是 因爲它的面子都是冰來的 是呀 面子都是冰來的 但是呢 很多人說不用怕 它們這些野鴨 還有那些白骨頂雞呢 它說它們沒事 它們是不需要被困 也都沒有需要求助的 它們很容易 只不過它們不動 它們因為冬天 它們不想動 這樣啊 不過它是市民 請你們不要下去救它們 因為 其實你一踩下去就跌下去了 嗯 它們還沒有結成冰的 我們經常看那些恐怖懸疑災難片 通常就是個人跌下去 但是那些冰你又推不開 是 但是不知道浮了去哪裡 想救你也救不到的 經常都有這樣的劇情 其中有一個畫面 千萬不要上網看 我看完呢 是我覺得 最 殘酷 殘酷的 其實有些潛水 會潛在冰的下面 嗯 但是你知不知道 它們找個洞 潛下去 有條繩的 有條繩的 但是現在為什麼有條繩呢 以前沒有的 它們找不到出口呢 就完蛋了 就死了 因為它在底下 撞不穿上來的 因為你下去那個位 可能是他們有些儀器戒了那個冰 又或者那些是薄一些的 你一飄飄飄飄 不知道哪個位厚一些 就出不回來 是的 出不回來的 千萬不要玩這件事 是很危險 也都死過很多人的 千萬不要玩 就算有些人說 難得來到挑戰 不要挑戰 因為冰的厚層 是可以很厲害的 是 而且可以很不一樣的 很不一樣的 你這裏很薄 可能過了一點就很厚 很厚的了 不過最近我有一個朋友 去了一個地方 他說覺得挺好玩的 我說有多好玩 上西人沒試過就試一下 既然這麼多人去旅行 大家可以試一下這件事 究竟是什麼呢 稍後回來告訴大家 旅行呢 我最近有一個朋友 他說他從來沒試過 除了以前小時候看那些愛斯基摩人 你住過那些 你有沒有住過那些叫冰磚酒店 有 以前上學的時候都有這個圖 酒店我就沒見過了 大約是什麼就知道 是的 他說那次他去黑龍江 他說難得他整家人 就住了冰磚酒店 很有Feel 但是他說是一個半圓形的東西 就是好像一個露營那樣的東西 是的 就用冰砌出來的 在裡面上面那些床也是冰的 然後那些椅子也是冰的 不過他又墊了一張那些 毛毛墊 很厚的毛毛墊 然後就讓你們坐上去 然後什麼 但是他想不到 他說最神奇到現在都想不明白 走出去很冷 走回到那間裡面很暖的 冰是真的冰 不是仿冰 而他特地建造是這樣的 真的是冰來的 如果裡面暖的話 那些冰就很容易用 沒有用 他又不會的 沒有暖氣那麼誇張 沒有暖氣那麼誇張 但是裡面是不冷的 我說那怎麼辦 他說我們最開心的是 整家人在裡面 坐在冰的那些小椅子 那些桌子上面打火鍋 那感覺很開心 有得試 如果你有機會你會不會想試 我會 我也想試這個 因為那個感覺是你一輩子都不會發生的 以前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老師說不會有這樣的屋子 在地球上 是啊 你知不知道 你是畫畫都畫過這些屋子 畫過 是啊 畫過這些圓形的 愛司機沒有人會住在裡面 聖誕卡都有 是旁邊的聖誕老人 而且裡面有燈很漂亮 剛才Bruce有一張照片 就是他拍給我 就是晚上裡面亮了燈的 很漂亮 亮了燈的裡面 他拍照很漂亮很漂亮 他整個小孩 那些子女開心得 開心得瘋了 我也想他試一下 是 它是一個體驗來的 它就說有玻璃屋 但是它不選玻璃屋 它是選冰屋 原始我們以前在書本上面見到那些 那解不解構到為什麼它裡面會暖呢 它沒有問到 但是只是說為什麼 但是它說原來這些冰屋 其實本身這個口很小 不入風 以前老師有說過 就很亂了 啊 它擋著風就可以了 它是用冰來去砌這件事 是 沒有風進去 其實因為外面又很冷 所以那個溫度就這樣 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 真的很漂亮的 超有感覺的 是超有感覺的 你找回白色的羽絨出來 穿在這裡外面拍張 很漂亮的 我不敢 我怕那些人 那些什麼 叫北記熊 我自己有自知之明的 你走得像人類多些 行不行 我有自知之明的 我還穿著白羽絨 我怕那些人 當北記熊 這樣 我看到你在這裡跑出來 我也想笑 現在你跑的姿勢都很不人類 你開始是這樣跑的 你放心 我現在就很快又拍攝的了 我又會收回身的了 到時又會變得精緻的五官 不是 五官 一向都精緻的 但問題是你從320磅 減到300磅 其實不是很過分的 你記住 我一定會給大家一些成績 好 轉回來 我們開始看第二天的新聞